在疫情趋緩的情況之下 新北的一些政策 會不會也逐漸開放 帶您來掌握新北市長 侯友宜的說明 這是整個校園施打 我們的整個統計的狀況 那在施打的過程中 還是難免會出現一些不適應的情況 經過我們的學生回報 我們總共的不適應症狀 有29,587人次 主要還是集中在輕微的症狀 或是發燒大概38 我想這樣的不良反應 我們做了整體的統計 那不適應的症狀比例 我們這樣核算下來是 占19.16百分比這個person 19.16 那就醫有到就醫的人數 有130位的同學到醫院去就醫 那我們在施打的過程中 我們的教育局也特別安排 施打後的隔兩天 學校是才線上上課 那學生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還是可以請假 可以再加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接受課程的學習 那我們在線上教學的道課率 高達97.8百分比 我想這個是我們 整個校園施打的情況 在這邊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做個報告 另外我們的第十輪施打 已經開始了 那在65歲的前後 剛剛好是由各縣市來安排 施打跟中央統一到線上去 這個預約登記的 一個人數的一個劃分的點 所以65歲以上的長者 包含原住民55歲以上的長者 在7月22號以前接種AZ第一記者 我們10月6號安排10月6號接種疫苗 安排的方式 我們會由我們區公所針對涉及者 直接發送接種的通知單 那如果你的戶籍不在我們新北市的 也麻煩我們所有的朋友在10月4號前 從今天開始在10月4號前 向現在居住的區公所電話登記 我們會來趕快的安排 我想這個是針對我們第十輪 針對AZ第二記的施打 那至於中央的這個預約系統的部分 就按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公佈的 這個施打方式跟施打內容 請我們的市民朋友也依照時間 依照安排到場施打 感謝副市長的說明 同時也感謝今天的手語翻譯 王新強女士 現在進入媒體提問時間 華氏江生宏提問 台北市的疫苗不夠 感謝中央跟新北市提供協助 有8000多劑的疫苗進來 想問新北市為什麼會有這些多的疫苗 可以給台北市 好 這個其實在兩點我們市長到議會的時候 也有媒體朋友已經在詢問了 這個新北市經過中央的這個協調 我們調配了大概8000多劑到這個台北市 或是未來如果這個有調配的話 我們會尊重中央的一個指示 那大家會問到說 新北市為什麼有疫苗的剩餘 在這邊我們整體來跟市民朋友 還有媒體朋友做個說明跟報告 我們新北市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從9月22號到9月30號 我們集中在7個學生上學的日子裡 我們把我們127個學校的學生做完整的施打 所以我們是非常集中 而且一次到貨 我們把BNT疫苗一次到貨以後 在7個工作天就把它施打完畢 那因為每一瓶疫苗我們在抽取的時候 它安排的量是每一瓶安排6劑 可是以裡面的內容量 如果在抽取的時候是比較精準 是可以抽到7劑的 所以在昨天晚上我們整個施打完畢後 我們的趕快做盤點 盤點過後也會立即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回報 因為現在的疫苗施打 中央的安排方式是一批一批到貨 它不會放一些疫苗在各縣市政府裡面 去等待未來的施打 所以它是一批一批方式到貨 而且不僅是一批一批方式到貨 每一批貨源它是有期限的 如果沒有在一個期限內施打完 它也會遇到過期的問題 所以經過我們昨天的盤整過後 我們發現疫苗還有一些剩餘數 所以剛好台北市也透過中央 希望能不能有其他縣市可以支援 所以經過中央這樣的一個美和過程 我們就把相關的疫苗提供到中央 由中央調配到台北市來進行施打 我想不管新北台北甚至其他縣市 所有的疫苗施打都是施打到國人的裡面去 所以對我們的覆蓋率都是有很大的幫忙 各位可能會擔心說未來新北市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調配而造成疫苗施打不足的情況 在這邊也在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做個報告 我們的施打的人數剛剛有提到 我們高達98點多 所以還是有部分的同學是當天不適合施打 或是在醫院調查的時候沒有表達要施打 我們也提供了這樣的服務 從今天開始 今天10月1號開始 一直到10月15號 我們會針對29個衛生所 17家醫院2個診所來進行補打 這些補打的藥劑數我們都已經先留下來了 所以也請市民朋友放心 您只要在滿12到17歲的同學 在這一次的施打的過程中 因為某種情況或是醫院上 你沒有施打的都可以利用10月1號到10月15號 直接到我們剛剛提到的相關的醫療診所去進行施打 那後面中央也承諾 未來在下一波施打的時候 針對疫苗的部分 他一定會再補足給新北市 可以完整確實的施打到我們市民的身上 請放心